就在搜救行动即将结束的这个时候 土耳其灾区再烧来生命奇迹 三名被埋在瓦砾堆下的青少年 在地震发生超过一个星期后 成功获救 其中二人是亲兄弟 土耳其国防部与国营媒体的资料显示 三名伤者的年龄 近于17岁到21岁之间 他们分别是18岁的莫哈默卡菲 17岁的莫哈默耶尼纳尔 以及他21岁的哥哥 尽管距离地震发生至今 已经接近200个小时 但是搜救队伍依然没有放弃 陆续救出生还者 大大提振了搜救人员的士气和信心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